逆河中的弟子人数众多 白小纯是如何将他们全部带去中游的呢 在逆河中成立后 他们也向上游的源头中门 星空倒击中发出了申请 准备和中游的控河院一战 可以说这一战至关重要 虽然控河院被星空倒击中折罚 中门内的高手被掌杀了八成 老主死亡 抵运崩塌 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虚弱期 但他们的死力依旧不容小觑 为了打赢这一战 灵溪中也帮出了真正的抵运 喊门真灵 不过想要唤醒真灵 必须练自出逆河丹 所以老主也把这个兼具的任务 交给了天父妖孽的白小纯 在白小纯练丹的期间 逆河中的弟子们 也在着力打造通天战舟 除了血熙中之外 其他的三大中门弟子 都靠着乘坐这个战舟攻击中游 而血熙中似乎有着自己的方法 不需要靠战舟 也能够逆河而上 这个方法就是让白小纯 操控血组的身体 带着血熙中的弟子进攻 看到血组之身站起来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被惊呆了 就连灵溪中的老主都庆幸 还好没和血熙中血拼到底 由于血组的真身庞大无比 他走在通天河中 无数凶兽看了都会主动退让 不敢阻挡巨人的脚步 所以逆河中这一路也异常的顺利 那么小伙伴们 你觉得逆河中能够打得赢空和约吗 下方评论区说说你的猜测吧